Hello 大家好 我是BagBag 今天跟大家讲的这本书 又是大家很喜欢听的 那些什么成功人士 起床之后一个小时要做什么什么 又或者在吃早餐之前要做什么什么 令他们有一个更成功的人生 今天讲的这本书就是叫 《这一天过得很充实》 The most successful people do before breakfast 这本书的作者就叫Laura Laura Vanderkam 她是一名记者和演说家 有关于如何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又或者时间管理方面 她已经出过很多本书 正正因为她是一名记者 所以她就采访过很多很多成功人士 她发现不谋以合地 这班成功人士 他们也有着一些非常相似的习惯 因为比比我自己相信 成功很大的比例上 当然运气的成份是一定存在的 但是当这班成功人士 他们都不谋以合地 有着一些相同的习惯 我们会不会都可以从中去看到一些东西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学习 看看合不合自己去执行 今天我会分享三样东西 就是成功人士 他们在早餐之前 吃早餐之前 已经会完成一些什么呢 事不宜事我们马上开始吧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人的意志力 就有限的 通常 如果我们将一些 我们不想做的东西 放在下班之后做的话 其实你有很大的机会 你是完成不了的 譬如 如果你想保持健康 你下班才去跑步 下班才去健康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 你会发现你是需要 花费你自己很大很大的意志力 你才可以做到这个东西 否则你很容易 就算那天拿着健康的衣服 和鞋去上班 但是你也是决定回家就算了 但是大家也不需要很自责 因为有时候就没关你 因为事实上就是 我们用了一页的精力 放在下班之后 才逼自己做一些不想做的东西 其实是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不可以去改一改 生活的习惯 令到你有更大的机会 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东西 因为你想象一下 其实我们的意志力 就好像我们的肌肉 好像我们的肌肉 你用久了就会累 就会没有了 我们本身人应该有的一个自制力 所以反而我们下班的时候 就反而是放过自己 做一些轻松一点的东西 但是相反 我们的早晨 即是我们 甚至是吃早餐之前的那段时间 就非常重要了 大家都听过了 就是成功人士 他们通常都很早起床 就不知四点多五点就起床 然后就做完一大烂产事 就先去上班 那么你可能听到这里 就算你还没听到 那三样东西是什么 你已经觉得自己 没可能做到 是不是 但是我就告诉你 接下来 我分享给你的三样东西 还有呢 我会给一个方法 就是帮大家计划 就是你怎么可以做到 在香港这个步伐 这么快的一个地方 一个城市当中 我们怎么都可以 去着量 去依据我们的生活的步伐 去做到同一样的事情呢 那我跟着来 分享这三样东西 其实是 不一定是早起床的人 才可以应用到的 它诗里面提到 就是这三样东西的意思就是 就算你是一个夜猫 就是你夜睡 跟着眼起床的话 其实同样都可以应用到的 就是总之 总之在你精神最饱满的时间 你就做这三样东西先 那第一样是什么呢 就是培育你的家庭的关系 那这个家庭关系 可以是你的家人 如果你跟家人住的话 又或者是你伴侣 又或者是小朋友 就是总之你身边 一些最亲密的人 跟你一起住的人 那你试想象一下 如果你早上没有跟他们 去相处少少的时间的话 那其实你放了工 回来 其实你已经是很累很累很累的了 你最精神的爆满的状态 你已经奉献了给工作了 相反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家人 反而你每一天对着他们 已经是用你一个最疲态的姿态 去对着他们 其实是很悲惨的 这件事 比比我多分享一点 那我以前呢 就是还回应工的时候呢 那我和我男朋友一起住 那当时呢 其实他是早过我起床的 每天都 那我不用那么早起床的 但是呢 我都会早一点起床呢 是用一个小小的时间 可能呢 做杯咖啡给大家 这样一齐呢 去聊一会儿 就是当然啦 就是这个时间呢 其实可能大家都各自 在做自己的东西 就是可能有反装啊 又或者可能他正在看演戏啊 什么什么的 就是其实是很短的一个时间来的 不多的 你每一早一起喝杯咖啡 五至十分钟的时间 又或者甚至是真的 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也好 你想想 每日早上的五分钟 这个变成是你的一个习惯 是吧 但是即少成多 每日五分钟 在你精神最饱满的时间 和你最重要的人 给大家一些时间 和大家聊聊天啊 又或者是和你的小朋友 一起去吃一个早餐 因为诗里面呢 就有个研究就说到 就是如果 就是现代人 如果你两夫妻 两个都上班的话呢 其实你一日聊天的时间呢 平均是只有呢 十二分钟的而已 那我相信呢 现在就是听着的你呢 很多时候呢 这十二分钟呢 都是在大家放了工之后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啦 就是你去那些餐厅吃饭呢 就是整天都会看到的 就是那些情侣啦 又或者是两夫妻啦 只是呢 各自看手机 又或者是 只是吃饭呢 就是都没有什么交流的 那不是大家的错来的 就是因为 你放了工的时间呢 其实你已经是很累的可能 那你就想一下啦 就是长远来说 这个我觉得 我会觉得 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啦 就是始终你伴侣的关系啦 又或者跟小朋友的关系啦 其实 都是呢 需要你真的 付出额外的努力呢 去想一下 去怎样去改善 怎样去呢 变得更加好的 巴菲特呢 在其中一个interview里面呢 他都说过啦 那些人问他 怎样才为之呢 是一个成功的人呢 What's your definition of true success? 那巴菲特呢 就跟主持人说啦 就说 就是你都知道啦 如果你去到一个位置 就是你已经去到六十几七十岁的话 其实你怎样 define success呢 就是如果你身边 有一帮人 是爱你 是care你的话呢 其实你已经是成功的了 这个人生 而他也都说过就是 他见过 他认识很多的有钱人呢 其实他们都是 没有人爱他们的 就是他们身边 甚至于他的子女 都对他们呢 没有什么感情的 虽然他们很有钱 那这个东西 由巴菲特说出来的话 就更加有说服力啦 对吧 因为他真的认识很多有钱人的嘛 他自己本身就是有钱人啦 那所以呢 花时间去培育一下呢 我们的家庭关系啦 好 第二个呢 在早餐之前呢 就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培育自我 培育自我意思呢 就是我们自己呢 一个身心灵方面的发展 就是我们顾完其他人 和自己的关系之后呢 我们都要顾一下自己 和自己的一个关系 诗里面提到呢 很多的成功人士呢 他们在早晨的时间呢 都会是做运动啦 做一些正念冥想啦 等等 那这个呢 很简单 那我就不多说了 好 第三个习惯呢 就是培育你的积癌 就是简单来说呢 就是增进一下呢 你的脑袋 的一些知识 那可以是什么呢 比如是你现在听着 给我的podcast啦 那我这个podcast呢 为什么设计在早晨7点 去出的呢 就是这个原因啦 因为我觉得呢 早晨听的东西呢 是特别入路的 那当然啦 可能你是 习惯了晚上才听啦 那但是 如果你是 可能是开车上班的 又或者搭车上班的 我会建议大家呢 早晨听的 那如果你是早餐会的会员呢 你就星期一三五 早晨7点呢 都可以听到呢 这些增进你脑袋的知识 的一个podcast啦 而另外一样呢 书里面提到的呢 就是我们要 规划好呢 你每一日 要做的事 如果你回到办公室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啦 好多好多人呢 每一日呢 去打扰你的 就是你那天 想做那样东西 其实呢 你end up 都做不到那样东西的嘛 那但是 就算怎么样都好啊 我们每一日 开始之前呢 我当时呢 上班的时候 我都会习惯了 在文字那里呢 就是射下 两至三样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两样 两样 你那天呢 尽可能都要完成的东西啦 如果你每一日 都可以完成到 两样最重要的东西呢 其实你已经很productive的啦 我说真的 即是 given that 你还要开不同的会啦 其他同事 还要不断烦你啦 是吧 所以其实真的不多的 你每一日做到的东西 就是 两样啦 两至三样啦 射下它先 跟着才开始你的工作啦 而说到呢 在早餐前 已经要完成的东西呢 比比我分享多一点 就是因为 如果你听我的podcast呢 你应该知道 我是不吃早餐的 我是断食的 我一天呢 只吃两餐而已 就是lunch和夜晚 那而我自己的经验呢 就是我每一日起床 起床的第一样做的东西呢 就是 冥想 冥想完之后呢 就跟男朋友一起喝咖啡 喝完咖啡之后呢 如果我那天呢 去做运动就做运动 如果不是的话呢 可不可以就立刻开始做东西啦 做一些呢 那天来说 我认为呢 最重要的东西 例如是看书啦 和录音 那你会见到呢 这几个习惯呢 其实我已经较了 成功人士 在早餐之前呢 要做他三样东西啦 还有我不知道大家 可不可说呢 当你吃完午餐之后呢 其实你的生产力呢 是真的直线下降的 就是突然间觉得 已经很眼分了 又或者是很难去专注 很难去集中 那所以呢 你们有些人之前问呢 就是说 断食会不会不够精神的 会不会是 觉得肚饿的 就是怎么可以 集中到精神去做事呢 那样 其实我跟你说 是反过来 这个那个人是不同的 但是我的情况呢 就是反过来 反而你每一早早 吃饭之前的那段时间呢 是很精神的 很专注的 可以 但是我吃完午餐之后呢 其实我就是 要是出去走 就是去不同地方 去旅行 旅居 就是去找一个地方 去找一个咖啡座坐下 去找一些景点去一下 就是做一些呢 不需要我真的非常专注的东西了 已经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 就算你上班 上班 都一样的 就是可以的话 早上的时间 留回去做自己一些认为 对你现在的项目 可能 又或者对你自己来说 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那些什么开会啊 又或者是人家 想拜托你做的东西 留在下午那里 不要呢 去给这些 对其他人重要 但是对你来说 不重要的东西呢 处理了你这个 这么宝贵 这么珍贵的 早上的时间了 记住 你的意志力呢 是有限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的工作时间 是可以自己安排 例如好像比比我那样 发展一个自媒体事业 那你就更加容易 可以去实践到 这个成功人士的习惯 所以啦 如果大家有兴趣 去Podcast 创业的话呢 可以按下面的连接 看下怎么可以 在你正职以外 发展一个副业 而这个副业呢 是有机会 会令到你呢 可以达成一个 时间自由 地点自由的一个 旅居生活啦 我是宝贵 下次再聊 拜拜